接下来我们就要帮大家来检视一下 iPhone 5相关的供应链 7月份的营收成绩单了 连接器长郑威 镜头厂大力光还有郁金光 以及软板厂台郡 7月份的营收成长率 其实都是超出预期 成长都有两成以上 不过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古王大力光了 大力光今天要除息 也要召开法说会 但是大力光还有另外一个大客户 就是宏达电 宏达电的前景 现在还是充满疑虑的 也让大力光未来的营运前景增添变数 从透明萤幕到投影虚拟键盘 iPhone手机新一代想象穿延不断 随着上次的脚步越来越近 民主建厂7月营收的表现也超过预期 连接器的震威成长24% 来到78.7亿元 第三季渴望创下历年来的新高 营收一路走高到第四季 而大力光增加21% 来到11.7亿元 文茂 郁金光 台骏 7月份也是全速成长 其中经济小幅成长3.9% 9.23亿元 创下史上第三高 古王大力光即将除夕 同时召开法说会提出第三季的营运展望 尽管市场看好iPhone5第三季的拉货动能 但因为大客户之一的宏达店 看淡第三季的营运展望 也让大力光的旺季营运天下变数 但随着苹果iPhone5上市的脚步接近 零主建已经开始啃苹果 而且第三季开始渴望越来越甜 东西才能新闻 传媒报道